这三个球啊,在麦莲一笔三输给刑罕姆莲后,姆氏麦莲的成绩,追凭了红魔用朝历史最差开局,他很可能不莫耶斯当年的后尘。 太阳报透露,麦莲高层只给牧帅一周自救时间,周中,麦莲要在主场对阵瓦伦西亚,周末,麦莲继续坐镇主场对阵纽卡斯尔,近日,英媒盛传齐达内将入主麦莲,这让牧帅很担忧。 不过,齐达内是个实诚人,他今日特意给牧帅打了个电话,不过,这个电话是能让牧帅心安一些还是更焦虑,同时,拿着50万磅的英超历史第一周,新的桑切斯,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。 他在和钱麦莲那队友聊天的时候,趁自己后悔今年1月份加盲曼莲,原因是,在曼莲课程对现行汉姆连的比赛前,桑切斯甚至未能入选大名单,让世人惊诧不已。 尽管牧帅昨日成台器用桑切斯,是因为球迷的确解,但实际上自己对桑切斯的状态就很不满意。 过去了8个月,他只为曼莲打尽三球,且本三季尚未开张,可以说,桑切斯的低迷在某种程度上,直接导致了曼莲战绩的惨淡。 但输给西汉姆连之后,牧帅有大嘴巴的讲,是你们要我让马夏尔上场的啊。 上周末,桑切斯随着来到了伦多尔,可牧帅却宣布他连比赛大名单都没劲,这让桑切斯简直原地爆炸。 值得一提的是,桑切斯在牧帅宣布这个决定,的前一天还曾发布自己与多名队友的合照,并配文,曼莲要团结。 基伯,戈巴之后,曼莲任意外王牌求亲,可能要站到牧帅的队里面。 这两天,英国媒体还爆料趁西达内,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了,就等正式上任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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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